一只 两只 三只 动物园可爱小水豚 蓝羊羊全部躲在遮阴处避暑 怕人动物还不少 另一边 小找水踏兄弟党 也躲在树洞里头休息 只露出个头探望 天气越来越热 不止人受不了 动物也受不了 如果没有相对应的一些空调设备的话 我们是提供适当的一个遮阴 直栽的配置 还有给它一些遮阴设备 还有包含我们的喷雾 因为有时候喷雾的话 可以帮助地表的或是环境的一点微微的降温 气温升高越来越明显 英国广播公司已向全球性分析发现 每年气温超过摄氏50度的极度炎热天数 1980年代以来已经翻倍 1980年到2009年间 每年平均有14天的气温突破摄氏50度 但到了2010年到2019年之间 既然变成26天 等于多了12天 几乎是翻倍成长 过去10年长期平均气温 比1980年到2009年内高出了摄氏0.5度 整个温度上升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特别是海洋的部分 像说冰川的瓦解或是海平面的上升 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推估的话 如果大家不好好控制的话 在2030一直到2040年这段时间 全球的温度就有机会上升到1.5度 如果不持续的稍微抑制积极的作为的话 甚至到这个世纪末的时候 有可能超过2度C 越来越热可不是好事 中央气象局根据台湾气候变迁科学团队报告 以及本土观测分析显示 暖化持续加剧 未来台湾气候在最恶劣的情况之下 夏天恐怕从目前的130天增加为210天 冬天甚至可能从70天变成50天 甚至一天都没有 类似情况最快在2060年就会出现 夏天会越来越长 然后冬天会越来越短 然后春天跟秋天大概就会变得 也会变得更短一点点 现在来看的话 冬天大概只剩下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点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做出一些改变 照着全世界全球暖化的情境的话 可能到2060年就是没有夏天 若全球达成2050年近零碳排的目标 将能有效遏止气候变迁 将能有效遏止气候变迁 气氧局推估高温达到摄氏36度以上的天数 若是在最差的情况之下 21世纪末增加约48天 若是比较理想的减缓情况之下 增加天数降为6.6天 除了这种长期改善的方式之外 像此类气候变迁的威胁 我们也可以先经由都市规划的手段 来进行对应与调试 尽可能来减少硬铺面面积 与增加绿敷与植栽的设计 配合城市高楼层建筑封厂的设计 可以降低城市温度与热导效应 大自然不应该变成破坏成自然 减碳势在必行 如法有效遏止 未来反扑力量 人得由人类来承担 TVS新闻王新航来源于台北采访报导